阿聰,苦口良藥,我聽過了 但你這個五花茶來的 其實呢,被你識穿了 其實我也是想帶出今天的主題 就是中醫藥業發展 原來是這樣 GOV最近很積極地推動中醫藥業的發展 亦都希望培育中醫藥成為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 在我們的施政報告和五年規劃都有篇幅提到 是的,我們經常講經濟色度多元 其實中醫藥業就是我們GOV致力培育的三大新興產業之一 根據統計局去年底公布的 澳門經濟色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 在2016年我們的中藥進出口的總額是達到4.2億元 至於看中醫的人就達到137.5萬人次了 是的,我知道國家是非常支持澳門去發展這個中醫藥業 例如在澳門的高等院校成立這個 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亦都在這個橫琴去建設月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員 這些舉措其實對澳門的中醫藥業是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那不如跟我們的攝製隊遠赴橫琴看看我們的中醫藥攻略 來吧 月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員 它主要都是作為澳門特區政府 在培養中醫藥產業的一個 作為一個新興產業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再體 現在這個平台的搭建之後 我們現在澳門的企業 總共在產業員註冊的有25間 而這25間企業裏面有10間企業 是完完全全靈地由產業員培育出來的 我們是很開心地看到 產業員隨著這兩年的一個努力 已經是初遷怎樣去幫助澳門企業 或者是更加多的企業投入中醫藥的範疇 令澳門有多元經濟發展 這個多元裏面是有中醫藥的產業 中醫藥這一發是多了企業出來的 這個我們是看到 不斷這個數字會增加 我們是很有信心 我們現在有兩間的澳門企業 他們有幾個產品 是跟我們的科研團隊正在共同努力 針對有三個項目幾個產品 去做一個研發 還有他們有些是新藥的 有些是原有的產品 我們將它的技術升級 如果有企業的想法是想去到歐盟的國家 國際其他的國家 歐洲其他國家的市場的話 我們是會將它符合 而按照歐盟的標準 和GMP生產的要求 去幫它做一個技術的升級 我們覺得產業方面 不同的平台的搭建都好 它時時刻刻 是希望可以為澳門人 尤其澳門青年 提供一個就業創業 和一個學習的機會 包括一帶一路 這個就是中藥如何國際化 如何走出去 我們是透過發揮澳門的優勢 澳門的浦語平台 率先帶著我們 國內的專家技術 國內的優秀企業的產品 去到莫生比克 去到以蒲國為主 輻射到我們歐盟的其他國家 近期會成立一個 國際青年中醫生的交流基地 透過這個基地 以澳門中醫生為基礎 透過我們培養的 澳語國家的中醫生 尤其是青年中醫生 加上粵港澳大灣區的中醫生 一起以澳門開發的 中醫藥產業為基地 去形成一個大家交流 互相學習 共同進步的一個基地 隨著原居平台的不斷完善 各項優惠政策也逐步推出 促進中醫藥產業發展的工作 可以說是初見成效 而GOV也利用產業園這個平台 一直扶持本地中醫藥業的發展 亦有些產品 軟銷到非洲的莫生比克 不如我們聽聽本地藥廠怎麼說 好 透過我們和中醫藥產業科醫院的合作 在去年這個七月園 一些硬件的配套 已經能夠投入運作 加上他們的服務平台 專家平台等等 可以彌補澳門的一些工業 製藥工業在這裏比較薄弱 或者不足的地方 亦都一定程度會幫助我們 在提升我們的技術、品質、生產和產品的質量上 令到我們可以有效地去達到 一些未來發產品開發的目的 甚至於培養我們在這個行業裏面的人才 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之下 我們相信澳門製造和澳門品牌 是有機會除了澳門本地市場之外 能夠去到國內或者海外國際市場 透過和產業員的合作 在國內或者抱怨系的國家進行註冊 然後註冊成功之後 我們亦都可以和當地的企業合作 去共同發展統地的市場 中醫藥業的持續發展 人才培養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對 澳門的高等院校 亦都設有中華醫藥研究院 和中醫藥學院 這些都是培養這方面人才的重要平台 對 我知道有些畢業生 亦都會選擇投身在中醫藥產業園工作 亦都可以體現到一個學醫之用 事不宜遲 我們快點去聽他們說甚麼 我和很多澳門中醫生一樣 剛剛畢業出來 其實都在私人診所做了兩年 在2015年的時候 在報紙上看到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研業園 有一個招聘會 當時就想去試試 其實都是想培養自己的綜合能力 主要的工作部門其實就是教培訓部 工作內容其實都是做一些海外的培訓 例如好像剛剛去完非洲莫桑比克 其實就是培訓當地的醫生和療師 教他們用一些中醫療法 其實我覺得意義都挺深的 現在國家都會推一帶一路 其實澳門政府現在都適度多元化 都推中醫出來 其實我相信 除了目前很多澳門的現界畢業生 除了可以在私人層所做事 其實都有很多選擇 因為我們公司其實都會陸陸續續有其他發展 例如一些酒店 大健康 以及一些中醫商業界 其實之後 我覺得澳門中醫生之後會有很多選擇 又來到今集的尾聲 希望大家看完今集之後 對GOV推動中醫藥產業發展的工作 有一定的了解 明白的就明白的 人才培養產業扶持 再加上推動產業園的建設 相信中醫藥的發展會越來越好 今集就到此為止 下集再見 拜拜